2月2日周日,加利福尼亚一对夫妇被确诊患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,他们是全美第10名和第11名确诊患者,还是美国第二期本土人传染病例。 据悉,患者中的丈夫此前去过中国武汉,返美后把病毒传染给了没有去过中国的妻子,两人年龄均为57岁,截至北京时间2月3日中午12时,中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, 病毒肺炎患者增加至17238例,死亡361例,治愈478例,美国卫生部发布临时旅行禁令,过去14天内到国中国大陆的非美国公民、非绿卡持有者及植栖亲属不得入境。 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,从中国进入美国的航班将改到至指定的7个机场,旅客无需支付额外费用。